童谣 这两天是不是有东西落在我房间啊 没有啊 你再给我加个茶一蛋 谢谢 你真能吃 你确定没有东西落我这儿了 哦 我好像确实有东西落在诚哥那儿了 应该是移动电源 别多管闲事 人呢 人呢 诚哥 你要吃早餐吗 我可以帮你点 怕泥泥还是中 我要吃泥 对着 柔韧度不够 腰要断了 你躲什么 我又不会对你做什么 你很危险 我们一定要保持这种姿势讲话吗 你也可以躺枪 那 臭流氓 我就想来谢谢你啊 这么努力配合大四宝一 展现逆风局教科书般的风采 以及 感谢你在全国人民面前 表示你已经心有所属了 这么没诚意啊 你这个感谢啊 那 你明天有空吗 有啊 那 我们去约会吧 好啊 但是 在这约会之前 是不是应该先亲一下啊 行 明天见 来 胖子 我给你赌一个帕尼尼 不出三秒 诚哥肯定出现 你们干嘛去 桌子上有给你们准备的肯德基早餐 你们吃吧 我出去买东西 我陪带去买东西 你们俩怎么每次单独出去都打扮得跟要去民政局似的 嗯 我天天长这样 我也是 你就算了吧 你也是吗你 我上次看见你精心打扮出门还是和我哥一块去花鸟鱼虫市场买鲸鱼的时候 甚至没有上上次 嗯 怎么了 乡下人进城就是要打扮打扮怎么样 哎 你们俩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我被绿了 辛苦拉扯大的AD居然抛弃我跑去中路了 哎 开玩笑的 哎 开玩笑的 不过我是没有办法接受我哥以后的儿子像他妈一样爱 然后被人嘲笑一声 你住口 不许笑 走了 像我们这种正常人 只能孤独的铺铁